就这合约已经确定了 不是因为合约内的问题 而是合约外的问题 大吐苦水 娓娓道来疫苗采购内幕 指挥官陈时中首度透露 和德国BNT的谈判始末 早在2020年8月 双方就开始接洽 中心也曾经进行视讯会议 12月31号BNT提供最终版本合约 后随即报请行政院核定 同意购买 2021年1月8号 也依照BNT要求提供 中英文新闻稿内容 BNT收到后第一时间回答没意见 但调诡的是四个多钟头后 突然来函 表示强烈建议调整新闻稿内 我国二字 火速调整后BNT还是不买单 表示需要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量 要调整签约十成 竹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所以在这里面知道说 这个变数是很大 我们在最后一刻 就硬生生的这样被挡下来 因为我都担心到最后一刻 都会生变 所以也就后来就这些 到最后还要到飞机起飞的时候 才跟大家报告 陈时中无奈表示 就是因为采购疫苗过程变数大 就怕节外深知 才不敢进一步透露相关细节 而现有的国内疫苗存量 真的不算多 怎么分配也是一大难题 以首颇数万剂的AZ疫苗来说 高雄配得2.1万剂 比起疫情相对严峻的新北还要多 这也让外界质疑 这分配基准是怎么制定的 第一类的人数里面 还没有接种的6成 它那个比例去算的 刚好在高雄市这边 第一类未接种的6成的比例 实际上是跟比这个新北 稍微多了一点 强调分配基准是依照 第一类公费接种对象 为施打的6成人数做配发 未来也将根据施打状况 再做调整 不让疫苗分配 反倒造成现实对立 环渊新闻李问玉黄沛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